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開聲看真點的第18集 今集繼續有我威廉和身邊的阿聰 大家好,歡迎大家繼續留下聽開聲看真點 今集就來到主題的分享 阿聰,你有沒有看歐國輩?我不是去年那個 是剛剛結束的女子歐國輩 沒錯,大家都會說Football is coming home 結果失誅交比,今年Football has come home 英格蘭女子足球隊在主場出擊決賽 加時2比1贏了德國女足 歷史性第一次捧走這個女子歐國輩 真是come home 是的,我是有體足全場 我是猜不到,真是很精彩 我是純球技去分析 但是也猜不到,場面也挺熱鬧 算是上年歐國輩 其實都是在倫敦溫布內球場上演的 歐國輩的決賽 加時的下半場,就有Kerry 所謂叫做絕殺 為什麼呢?因為他入球後 基本上都是進行國球棋戰術 就是拖延時間到原場為止 令到Football is coming home 就好像阿聰所說 終於會回家了 經過去年,在門口都不肯回家 走過就算了 這次終於回家了 這次的主題 阿聰選了這個主題的分享 就關於女子足球的事 阿聰想分享一下什麼 有什麼話題想拿出來和大家討論一下 沒錯,講起女子足球 我們一般講足球 小不免先入為主 都是先講男子足球 例如說一下曼聖、阿仙奴、曼聯 這些球隊 大家第一時間都會想起一些男足球星 但其實剛才那幾隊球 其實很多英格蘭女子足球隊的 冠軍隊的成員都是來自這些球隊 例如Kerry 剛才那位入球功臣 其實是曼聖女足的前鋒 所以這些球隊 很多時候大家會有先入為主的角度 但其實近年 其實女子足球的確在世界各地 都越來越受歡迎 就好像威廉所說 到底爆溫布萊 其實那天看回數字 那場歐國杯決賽 即是入場人數有87,192個 基本上都是坐爆溫布萊 另外再看回數個月 其實有些女子歐聯 大家想想 老型球場 即是巴賽的主場 其實有兩場女子歐聯賽事 在巴賽主場上演 其實入座人數都超過91500個 基本上也是雷破紀錄 所以最近說巴賽 可能大家會有些陰性揚衰的感覺 巴賽女足過去一年都頗厲害 雖然在歐聯獲得了亞軍 但佩迪拉斯那位西班牙國家隊的球員 都是世界足球小姐 很可惜今屆歐國杯 因為賽前有些傷患 無緣參賽 亦都令到西班牙打了折扣 最終英格蘭獲得了冠軍 那大家除了這樣 可能想到 男子隊拿不到冠軍 那女子也拿到冠軍 那自然就除了一個榮譽之外 都可能會關注一下獎金 那照計呢 大家聽說 一隊拿冠軍 一隊拿亞軍 那獎金上 但其實呢 原來男女子 大家有沒有想過 男女子足球員的一些 薪酬 或者一些獎金 或者一些出場費的差距呢 其實都可以很大的 聽過威廉也有一些世界杯 或者歐國杯的數據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那我講的 即是新鮮滾熱辣歐國杯 其實呢 男子 即是上年 延遲了一年 所以本身是2020年的 去到2021年 才舉辦的歐洲國家杯 其實呢 我只講冠軍獎金 冠軍獎金是一千萬歐元 好像很合理 因為我們看開球 即是可能看歐聯 一場都差不多 收入 但是呢 如果女子歐國杯 即是剛剛英格蘭拿冠軍 女子歐國杯 冠軍獎金 你有知不知道多少 阿聰 那男子一千萬 那女子是不是一千萬呢 我猜一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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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一千萬歐元 沒錯 你猜就是女子一千萬 我猜一千萬港元 我猜一千萬港元 都沒有 嘩 差那麼遠 開估吧 那就是六十六萬歐元 嘩 那真的差十幾倍 可以說是接近二十倍 當然 譬如入圍決賽周 又或者每一場的勝仗 和球 又或者晉級 其實有不同程度的獎金 都是可以逐場計的 譬如進級的獎金 就由二十萬到三十萬不等 那再加上去到冠軍的獎金 那可以加上去 其實都會過百萬歐元 但是 和男子 只是一場成為冠軍的獎金一千萬 其實都還是相差很遠 所以我們在這一集 引申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想探討的問題 就是最主要是足球員方面 其實男女的收入 又或者是待遇 其實都幾不同 所以就引申了一個 其實不是近年才有 其實早在二十年前 美國那邊的女子足球員 其實都是由一個風潮 甚至是高賞法庭 就去要求賠償 就是想帶起 爭取足球員的男女同酬 這個話題 那阿聰有沒有 就是去 叫做 留意一下 或者是 做完功課之後 有些什麼 值得分享一下 關於這個話題 沒錯 說起這個 所謂同工同酬 或者Eco Play 這個概念 美國女足是一個 都幾經典的案例 好像威廉說 首先有一個背景 就是如果大家有留意 女子足球 美國女足是一個 都真的相當強隊的角色 歷來她是拿過四次的 女子世界杯 包括應屆都是一個 為免身份 在2019年贏了冠軍 當年 其實早到1999年 其實有一個經典畫面 可能大家都記得 就是美國隊 對著這個 中國隊的女足 在主場出擊的決賽 射完十二馬之後 那位入球功臣 這位茶絲丁 入球後 自勝十二馬之後 就立即脫了她的球衣 脫了一件上衣 剩下一個運動的內衣 立即跪地慶祝 都成為了一個 可能女子足球 甚至引生到 一些女性身體自主的 一些經典照片 當然今年 Kerry 英格蘭 令人都想起那個畫面 因為她入球後 都很興奮 她那一球 還要檢查VAR 她的手 拿高了一件衣 一半 等球證 示意 這球有效 她再拔了一半 才拼了一件衣 繞場一周去慶祝 我看直播時 畫面都挺搞笑 她的興奮程度 都沒有被VR 折著 現在很多時候 VR都要等得久一點 她都相當激情的慶祝 說回美國女足 那個過程 她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強度的角色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你們留意美國隊 可能是男子曬杯的表現 相對地反而 雖然都是一些 決賽周圍的分子 但始終都不會打到 決賽 或者是一個真冠的隊伍 所以由她們那個 跟女子足球男女子的 落差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案例 尤其是威廉也提到一個 入品的訴訟 其實可以數回 由2016年開始 如果大家有留意 女子足球 美國女足有幾位 都比較敢於為社會議題 或者是一些 特別是一些 男女平權的議題 發聲的球員 例如他們的隊長 就是拉賓露 或者是 另一位前鋒 就是阿里斯摩根 或者一位門將叫 Hope Solo 的球員 這幾位球員 都是一些 多敢為社會議題發聲 他們當年 就開始慢慢提倡一些 同工不同酬 的一些 性別歧視 尤其是 在女子足球的 同工同酬 當然固然有分 一些商業的薪酬 譬如我踢回球會 到底我的球會 可能會相對按照商業的機制 譬如 男子足球聯賽的收益 始終都比 目前為止 比女子足球大 我球會給的薪酬 或者一些花紅等等 但同一個 反過來 就是國家隊的出場費 很多時候 男子 一些球星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在球會收入 裁員滾滾來的時候 會比較少留意他 國家隊出場費有多少 可能大家少留意一點 但可能對於女子足球 會著眼 同工同酬 就是著眼 到底我代表 美國隊出賽 男子 女子 都代表同一個國家隊出賽 參加一些大型的比賽 甚至可能過我的榮譽 分分鐘多過你 但為什麼我收到的 一些待遇 或者薪酬 甚至可能是一些 比較舊的年代 甚至可能是一些 都幾差的待遇 即是不要說人工 可能是一些居馬費 或者是一些 膳食 一些裝備上 可能在女足球員 都未必配得那麼好 對 聽說連球衣都未必是適合 沒錯 這些球員 基本為國出戰的待遇 都不太準備好 所以難怪 對於女子球員 是頗需要關注的議題 他們可能在2016年開始 嘗試訴諸法庭 特別是2019年正式提高 發起訴諸法庭 當年美國捉總 都在法庭上對補公堂 都爭吵得出面 其中都有一些醜聞 例如有些捉總 或者捉協主席 都可能說一些 都很黑薄的說話 例如有些觀點 例如藍竹球員 力量、速度 都比你更好 可能會否這樣 就能夠對待遇的不公義 其實都在法庭的訴訟過程 都愈揭愈多 是呀 其實我自己聽下去 就是有一個 叫做性別歧視 又或者是 有一些不公平待遇 由美國的女足 去帶起這個話題 其實美國女足 就是剛才阿聰也有說 其實他們都是為女運動員 爭取一些合理的權益 的一些先驅者 尤其就是剛才阿聰也有提到 就是美國的女子足球員 成績比男子足球員更加高 他是世界的世界盃得主 而他們的經濟效益 其實是比男子足球員更高 就是近年 有一個統計 就是2016年到2018年三年裏面 美國女足的經濟效益 即是他們的收入 包括他們的贊助 或者廣告的收入 其實是比起男子足球員 是多了1900萬美金 其實是一個挺龐大的數字 但仍然他們的收入 即球員的收入 其實是跟男子足球員 都仍是相差很遠 所以難怪他們 其實經過差不多20年 仍然都在爭取男女同酬的話題 講一點就是 我們剛才一直都是講 美國的女足球員 但是其實他們這個動作 或者爭取了這麼多年 其實是蔓延去到歐洲 甚至世界各地 其實是蔓延去到歐洲 我講一點點 其實去到2017年 羅威是成為一個 亦都是實踐到男女同酬 即足球員 男女同酬的國家 羅威的足協就是簽訂了協議 就比男女足球員有同等收入 那麼那個收入實質的數字 就不知道 即數據就沒有說出來 但是他就有說到 就是羅威的女足球員的收入 就是因為這個協議 增加了九成三 那原本都真的差多遠 原本的待遇可以想像到 差多遠 另外就是紐西蘭 澳洲 英格蘭 荷蘭 南非 巴西 亦都是開始 有些改變 或者推動一些改革 雖然未必是百分百男女 足球員同酬 即待遇是一樣的 但是都是某程度上 拉近了兩者之間的距離 那其實現在 也都把這個風氣帶回美洲 即譬如阿根廷 哥倫比亞 其實女足球員 也都是 維到 維到這個同酬的待遇 是繼續發聲的 那所以說 其實 呃 即女子足球 那 即在我的印象 一直都是 不是太入屋的 我都真的 我自己覺得 足球 是比較 叫做 男子的運動 但是 隨著 可能科技進步 也都 女子的足球 也都有進步 即我剛才都說 哇 真的都頗好看 奧角杯決賽 那會不會 令到 女子的足球員 更加入屋 比多些球迷 看到 其實他們 那個水平 其實隨著 年代 亦都提高了 亦都增加 多些收入 令到他們那個 男女同酬的這個 即是 爭取 可以早些實現 沒錯 那麼 剛才都說回 剛才可能 威廉都提到一些國家隊 即是可能那些 國家隊可能都 的確 某程度上 現在都可能 有成績 有牙力 多些 例如剛才說到 美國女足 那果然是 世界世界盃盃民主 剛才說到 巴西和南非 都是各自州份的 強者 另外加上 一些歐洲 都是一些 數一數二的強隊 所以 目前 在爭取 同工同酬的過程 都可能就是 用成績 去幫助自己 承諾力 或者叫助力 會大一點 其實都很明顯 例如英格蘭 剛剛拿完歐洲國家盃盃之後 例如 球會方面 那些貴票 都馬上賣得多很多 所以 關注度 都真的明顯會提升 而說回美國女足 的訴訟 其實都在今年 三月份 都達成了一些 和解協議 美國足總 都會賠償一些 二千四百萬美元 其中大部份 都是過往的 一些 可能是新金的賠償 就是以前 可能簡單來說 給少了 現在就要給回 另外都會有一筆錢 就是做一些基金 去培育一些 女子球員 未來的運動 或者是 過往一些 退役的球員 的一些 安排 退役之後的計劃 所以都是一個 某程度上 都成功爭取的案例 所以都希望 看看會不會 以後 更加多國家隊 或者更加多地方 就會 繼續爭取 他們的Ecoplay 的旅程 這樣 是的 講了很多國家 尤其是 女子足球的強國 對男女同酬的 一些 爭取 這些議題 又將這個 眼光 放回香港 其實 阿聰 又沒有看開本地的女子足球 我就沒有的 真是很老實 但是 近這兩年 其實都 聽到一些 譬如香港的女子足球員 有外流的機會 又或者是 可以去到外國 跟其他不同的球會 去跟操 甚至是 有些是 落班加盟 但是 香港的 女子足球的運動 就不同 跟男子行職業化 有超聯 阿聰 你又怎樣看 香港女子足球的待遇 或者 其實現在的風氣 是怎樣的 我自己覺得 老實說 我都 你說看 都真的可能少些 但是我覺得 近幾年 可能一方面 大家關注香港的足球 亦都 有一種 是不是叫外屋 即你看完男子對比賽 其實都會很關注女子對的表現 可能今年 我都記得 六月底的時候 香港男子隊 在踢的時候 女子隊其實都踢了兩場游賽 去了新加坡 一場 兩場 都是對新加坡 一場贏4比0 一場贏1比0 我記得當時 都會有一些討論區 或者一些傳媒 都會報導 戰果 或者一個賽程 給大家聽 我覺得其實 關注度是在提升的 另外球員方面 其實剛才 一方面 男子足球 就有港超聯 一個職業的聯賽 其實女子隊 都開始有些進步 例如 傑智 其實就推出了半職業的 半職業化的進程 其實就是 何謂半職業化呢 可能以前 很簡單 就是一個禮拜操兩堂 可能就是 下班就去 現在可能會 多了一點 就是 每個禮拜操三堂 還有一些比賽 除了在這個訓練的強度 會比較像職業球隊之外 其實他們的待遇 都會盡量 最簡單 一些居馬費 或者是一些出席的津貼 其實都會多一點 令到他們的女子隊 可能就不太簡單 兼職的 純粹去看衛生球 又二球 其實都可以有信心 去追逐一些更多的 足球上的榮譽 或者去發展更多一些 去提升他們的球技 所以其實是一個進步 我都相信 我自己有想到 突然間想到一種方案 我不知道阿聰會否 就是 例如 港超聯 有場聯賽會在旺角長踢 現在就沒有雙鳥娛樂 以往也有 但是走了 港超制度之後 就沒有雙鳥娛樂 因為要分主客制 但是呢 可不可以 做這個 男子 港超聯之前 就將女子的聯賽 放一場 是在港超聯之前 就變相 雙鳥娛樂 即是個名字 變相 給女子的球員 可以在一些 這麼正規的球場 或者多些觀眾席的球場 就去比賽 其實比大家早些入場 又可以 不要說山長水遠 又要去將軍澳足球訓練基地 又或者要去馬場 才可以看到女子足球 例如在大球場 也好 旺角場也好 或是青衣 甚至青衣 運動場也好 可能在男子開賽之前 就做一場 女子比賽 給大家多些認識 香港的女子足球 這樣 會不會是一個好的方法呢 或者阿聰 你自己本身 有沒有什麼方法 即是我們 獻一下計 給香港的女子足球 看看有什麼 可以令到女子足球 更加多人 受注目 我覺得是很好的提議 我想尤其是 譬如最簡單就是 潔志 大家都好 這幾年都好 覺得他 譬如維港爭光也好 或者是一個男子聯賽 絕對一個強隊 其實潔志女子隊都不輸蝕 譬如剛剛 一個聯賽盃 甲組的決賽 他們都是拿了冠軍 即是半職業化 即是第一個錦標 加上其他 其實女子強隊 以我所知 香港的女子強隊 還有一些 譬如公民 或者車路士 足球學校 甚至有一個 區隊沙田 即是沙田友 都可以捧一下沙田場 我相信這些 一些球迷的力量 地區也好 或者是 男子隊繼續支持 而且女子隊都好 我覺得 固然就是 如果加過頭場 當然好 我想其實 現在都越來越多一些 傳媒 或者足球專業 去報導 女子足球的消息 我想這個 如果大家 可能其實 球迷絕對 我不覺得 球迷不支持女子足球 可能他們純粹是 少一點關注 或者少一點認識 可能慢慢做下去 我相信 大家都可以 絕對支持 多一些 香港隊的女子足球員 尤其是外流 香港隊 上次的右賽名單 都可能見到 阿滿章 吳卓偉 現在是踢台灣 一隊叫做 桃園戰神的球隊 另外 前鋒 林永恆 就是踢一隊 美國的高中 附屬球隊 叫做 FC 甚至 偶爾有傳媒報導 有一些 比較少將 年輕一點的球員 又入了 萬成 剛才說的 貨真價實 英超萬成 一些青年軍的球隊 不知道會未來 見到她 或者會不會代表 香港隊出戰 但絕對 都可以見到 香港隊的女子球員 絕對有潛力 可以立足在一些 外流的賽事 甚至是一些 更高水平的比賽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 跟Kelly 同一隊 沒錯 相當之厲害 時間差不多 當然 香港 足球發展的環境 跟歐洲 或足球強國的發展 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 男女同酬 都不在香港足球 考慮的話題 但是 如果男子足球 都有一定的關注程度 雖然香港的球市 也未必說 去到以前 幾十年前 那麼好 但是 都叫 有不少的球迷關注 但是 可不可以 又會多些機會 多些渠道 是給大家 關注香港的女子足球呢 尤其 其實香港女子足球 都不是差 剛才聽阿聰說 又有些球員去外流 又有在外國的球會下班 希望大家的關注程度 就拉近一點 薪金可能 就未必是 大家在足球發展上 可以這麼快 就可以拿出來講 那 希望 藉著大家 微小力量 又或者發揮網絡的威力 令到 香港的女子足球 就是跟男子一樣 那麼多人聊 在討論區 又就是在一些社交平台 就看到他們的英知 他們的蹤影 今集就 真是好多謝阿聰 帶了這個主題 給我們去談一下 聚焦在這個 女子足球的一些平權問題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好啊 記得繼續留意 開聲看真點 好啊 下集再見 好啊 拜拜 拜拜 拜拜